美国本届政府口口声声说重视对国际学生的开放性 却继续将这个充满偏见歧视的总统力奉为归孽 至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和欢迎中国学生的表态完全不符 是继续在开历史倒车 美方称上述措施只影响少于2%的中国籍申请人 但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报告评估 每年预计有3000至5000名 你赴美留学的相关学和中国研究生 受到第10043号总统令的影响 占总人数的16%到27% 我们同时也看到大量受到10043号总统令影响的 新兴学子自发发起成立网站 讲述自身被拒签的经历 呼吁维护学术自由 这是美方应当正式的声音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根基 学术教育与科技交流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敦促美方正式并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停止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限制打压 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